在我国长久以来的农业种植过程中 看天吃饭是很多农户躲不开的一个因素 每年风调雨顺 农作物就会丰收 而一旦有灾害天气 就会出现大幅度减产 虽然随着农业的进步 提高了抵抗能力 但近几年的自然天气变化无常 很多农户还没有完全掌握 预防自然灾害的方法 这几天 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寒潮预警 近十年来最晚寒潮预警 多地累计降温幅度超过十度 甚至有些地区还有雨雪天气 低温寒潮来袭 除了要多穿衣服外 它对农业的影响会更大 因为紧急降温 很多农户没有做好预防 给我们农业带来的影响非常大 目前很多地区的小麦已经进入拔结期 此时植株也很脆弱 抗性较差 如果遇到低温 小麦不会出碎 后期出现鼻子 有些地方小麦还会出现大片死亡的情况 减产比较严重 对于已经开花的果树来说 遇到低温寒流 花气管受到冻害后 会出现兽粉不良 后期还会有诱果发育不良 结果少的现象 严重的果源有可能会绝收 蔬菜遇上倒春寒 会出现烂根死苗 落花落果的情况 对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很多朋友到了清明前后 开始陆地种植蔬菜 如果受到低温影响 很可能会不出苗 所以根据往年的情况不难看出 春季降温和降雨 已经成为农作物减产的两大杀手锏 所以要及时关注天气 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以避免和减少寒潮的危害 其中种植小麦的农户要注意 没有浇反清水和施肥的农户 要及时追肥浇水 水的比热容较大 可提高土壤温度 另外在寒流来临之前 可喷洒一次云苔素 加上磷酸二氢钾 提高小麦的抗性 减少低温危害 如果寒潮发生后 小麦分裂有冻死的情况 及时追肥和浇水 促进小麦分裂 提高沉碎率 从而保证产量 另外果树和大棚内的蔬菜 在导春寒来临2-3天 也可以喷洒一次 磷酸二氢钾和云苔素 调节植株生长 大棚内还可以达2摩3摩 以及点燃增温块 来提高棚内温度 另外可通过提前浇水的方式 让水蒸气提高地温 陆地种植蔬菜 可以适当调整播种期 等寒流过去之后 再进行或者种植方式 农作物的丰收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靠天 靠环境 也靠我们的管理 当自然灾害发生时 只有及时采取措施 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际情况 及时做好预防处理